欢迎收看六月三十号的台视 晚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高雄今天新增两起确诊案例 其中案14872 跟日前人五群聚案例 同住在凤山区清零计划大楼 之后又传染给自己的两名同住家人 目前家人尚未编列案号 这一栋大楼现在已经有五个人确诊 根据了解 大楼只有单一出入口通风不良 走道跟电梯空间都非常的狭窄 确诊个案住在不同的楼层 彼此也互不认识 怀疑可能是搭乘同一个电梯 才会被传染 高雄四号有两例 那这两例都跟他的人五的群聚 也都有相关 高雄三十号新增两名本土个案 其中一例就是住在凤山区 这栋清零计划大楼 它是跟原来的人五的14415 是同一栋大楼 分属不同楼层 原来人五群聚案的两名延伸确诊者 就住在这栋大楼的七楼 而三十号新增的案14872 这名40多岁女性住在三楼 疑似在公共区域受到感染 回到家后再传染给两名同住家人 家人还没有暗号 所以这栋大楼目前一共五人确诊 我们的判断是在六月二十一号发病的时候 在不同楼层这个不同的时间出入电梯的环境污染 造成的接触传染 这栋大楼一共有三个电梯 但出入口只有一个 走道和电梯空间都非常狭小 再加上量器确诊个案 经过调查 发现曾在不同时间点搭乘同个电梯 因此初步怀疑电梯就是传染媒介 究竟如何感染目前还在厘清 而另一寝个案则是人五家族 案14361的六岁同住女儿 因为密切接触而被感染 人无群聚案持续延烧 是否团队不敢大意 不断加强防疫措施 全力防堵这波疫情 这是宣传经委高雄财阳报导